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GC 顺芳拼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呢 是一套35万美金区间的一套很新很新的新房子 这个新房子就有很新的设计理念 所以它就跟我们平常看的很多的房子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来看介绍这个房子 是因为它的价位只有35万美金左右 但是它的面积呢差不多是2259尺 如果您加四个卧室的话 也就面积在2500尺左右 不是非常大 但是确实非常精致 非常小清新 又很适合小家庭 或者刚来美国啊 或者想在美国买个度假屋 然后平常暑假寒假带孩子过来 感受一下美国生活和学习的这种小家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搜尊历程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现在看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小房子 这个房子面积不大 只有2259尺 然后双车库四个卧室 三个半洗手间我记得是 因为这个房子真的好漂亮 它的价位基本上在35万左右 所在的社区又是非常高端的社区 所以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发现的这一套 我最近喜欢的小房子 一进门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您现在看到的这边这面墙 这完全就是没有的 这是车库 现在你就想象一下这边是面墙 没有这个房间 因为现在车库改成了建商的办公室 然后呢 我们一进门是有一个小房间的 这个小房间是一个客房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这个房子 因为是样板间 所以升级比较多 您看到它的黑边窗户都是升级 现在特别流行 这种黑边的窗户 还有里面特别亮色的这种内饰 然后呢 这个套间的门口就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没有浴缸的 但是如果您不想嫁妆的话 是可以做成浴缸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再往前走呢 右手边就是书房的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 你要是不想做书房 做什么都可以 做dining room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先不去最漂亮的客厅 我们先慢慢的看周边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是本来是要做一个这种架子 您可以放衣服什么的 但是样板间便没有做 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个洗衣房 再往这边就是它的储藏间啦 里面也很大 好 现在我们进入它很漂亮的客厅 你看它现在这种客厅的设计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直是 就是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 跟我平常看到的所有这些新房子都不一样 因为这是Newmark这个建商 刚刚有的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户型 并且价格真是太好了 35万 厨房呢是有加高的 在新房子的这些这个选件当中 您看我现在指的 这个厨房如果到这个位置 就不用加装 是standard 如果厨房的位置加这么一大块 就算是upgrade 再看一下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黑色的门 就是跟一面窗户的这样的门 这个也是一个加装 如果您不加装的话 它就不是这个颜色 但这种加装并不是很贵 差不多就是在一个5000至8000左右 如果从另外一面呢 看这个房子就是这种感觉 啊 好美好精致的小房子 用来做度假屋也很不错 比如说我有很多客户 他都是买一套小房子在这边 如果不出租的话 就是买一个特别好的社区的 以后周这个暑假 寒假带孩子过来游学 住一段时间就回去那种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主窝的洗手间 因为整体的面积不是很大 只有2259尺 加装之后可能也只有2500多尺 所以它本身的 你看这个洗手间的感觉并不大 但是很精致 包括里面衣帽间 就这样子 这边是马桶间 很多客户问我 马桶间为什么都这么小 就连百万豪窄的马桶间都这么小 可能美国人特别喜欢私密型 我现在也非常习惯小的马桶间 大了的话会很不自在 那你看它现在的这个家装呢 就跟以前的很不一样了 渐渐呢开始用白色大理石和金色的金属 这个金属部件了 这种金色金属部件是真的好看 流行总是有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 之前不流行金色 现在又流行回来了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主窝的洗手间 是没有浴缸的 但是它是可以给您做出来浴缸的 所以这个您不用担心 因为以后您要买这个房子 买的也不是杨本间 买的是它的县房 由于您买一个新房子的话 占地是您可以选的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大占地 或者一个小占地 都可以 所以我就先不去拍杨本间的占地了 因为杨本间的占地没有代表性 看 美吧 这个房子好精致哦 现在我们就上楼了 你看现在的设计风格很有对比性 比如说 有些地方就特别淡 特别淡颜色的地板 但是来一个深色的墙 就比较有冲突的视觉感觉 一上来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game room 这个地方就可以摆着 让孩子学习之类的 然后再往前走呢 就有两个洗手间 本有两个卧室 最漂亮 这是其中一个女孩的卧室 那边是男生的卧室 然后呢 这是一个洗手间 所以这个房子呢 是有三个洗手间 房型很紧凑 很实用 然后价位又很好 所在的社区非常好 是我们家所在的社区 Bridge Land 这个社区 学区也好 环境也好 就是地税高 如果您觉得这个不是自住的话 我觉得倒是不太合算 自住比较好 因为确实好的环境是享受到了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igi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Bridge Land这个社区 由著名的开发商Harvard Hills 在休斯顿城建开发 这个开发商是一个非常大的 有军工背景的开发商 在休斯顿这个城市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小镇 叫 Woodland 这个 Woodland就是Harvard Hills开发的 所以说Harvard Hills开发的所有的社区 都没有档次非常低的社区 它只做高端的一些开发 休斯顿的很多的社区 包括唐城的Riverstone 再包括Missouri City的这个Siana Plantation 这些好的社区呢 其实都是非常出名的 可是Bridge Land之所以目前来说 算是排名最高的一个社区 不仅有它这个强大的开发商的背景 还有就是Bridge Land的绿化面积 真的是非常的好 整个Bridge Land的占地面积是11401个acre 也就是差不多46.14平方公里的一个整体面积 在这个整体面积当中呢 用于这个绿化的面积 就大概达到了900个acre的这种绿化和湖泊 同时它开发了三个休闲娱乐的活动中心 这三个活动中心的话 它占地了差不多3000英亩 所以说在绿化面积和这个房屋密度上来讲 Bridge Land肯定是略胜一筹的 但是Bridge Land也有很多的缺点 最大的一个缺点可能就是地税偏贵了吧 因为Bridge Land现在的税率是3.6 也就是说在高税率的情况下 因为养房成本就是非常高的 高昂的税率导致了这个社区 很少有出租房的出现 因为养房成本太高 投资人如果付出这么高昂的一个养房成本 去出租这条房子的话 它的租金回报率并不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社区是非常非常适合自住的 当然了在这个社区当中自住的这个居民 也高达87%左右的自住常住居民 整个社区的公立教育资源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高税收这个税就体现在了周边的设施 还有周边的学校还有警察局的部署 活警的部署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的部署上面 所以可以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 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拿着高昂的税收 然后这个享受这样的环境的 如果您觉得社区的环境对你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话 那BridgeLine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畢竟养房成本是高一些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介绍的BridgeLine了 我喜欢这个社区 也希望您能喜欢 如果您对收藏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